透过我们荧幕上秀出的资讯 这代表部分的美国企业跟日本在台企业 他们有这样的想法 而这个调查是在10月19号到28号之间进行 受访企业的行业别当中 有14家是半导体电子零件 5家是材料化学 金融业5家 贸易商社5家 两家航空物流业等等 其中有业者直接说明 已经先替他们的社员买了少奇有一年的机票 防止临时要飞往成田机场 这边我们要请陈老师很快的来说明一下 各大企业他们最新的想法 我最想知道的是那50家企业是哪50家 还是匿名调查 不过当晚我也知道了一些企业 跟我说有这样的调查 但是作为一个研究日本的学者 很大的疑问是 这种报导不是我们自己的报纸或电视台应该做的吗 每次都是抄日本的报纸来做这件事 不过也许日本经济新闻去做调查 会比较愿意回答吧 大概有这件事 所以刚刚比较麻烦的是 已经安排的有38% 50家里面的38% 评估中42%就将近8成 都已经有了准备 不过各位也不要觉得这是什么特别的事情 因为日本人或日本企业 总有预先准备的那种习惯 另外还不只台湾的撤销 如果台湾有事的话 还有冲绳的侧民 那是同一件事 一样在日本内部有讨论 冲绳有140几万人 台湾的日本人 如果各位知道的话 大概2万人左右 但是当然相关的人加进去的话 说不定到4万人左右都有可能 老师我们看一下 如果撤退到日本 主要的路线要怎么走 当然是空跟海 如果是还不紧急的时候 所以他们现在准备的 我知道的企业也有人都准备了 一年期的可以飞到日本的 特别是成田的飞机票 不过那只是准备而已 会不会用到 不晓得 另外当然是两个港口 高雄跟基隆 而这个图特别把台湾的 半导体的重镇 从新竹 台中 然后台南 这是现在的 以台基地为首的 半导体工厂主要的设厂地区 最主要的据点 而这个一边就是往南 高雄出去 另外一边当然送信机场 或者是基隆出去 这个都已经有事先的准备了 在台湾日气 经营者他们有哪些回应 因为不同的产业可能想法也不同 当然 所以那个全部都在调查里面 另外也说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 企业的内部怎么对应 因为有一些在日本的企业里面 服务的台湾人员工 所以那里面就提到 真的具体的说得出来 真的发生事情 日本人先撤了之后 那些企业并不是就结束营业 而是继续 还有第二阶段 台湾人的干部 先接收了日本的企业 然后要保存机密的企业文件等等 最后才把这些台湾人的相关员工 也撤退到其他的地方去 连这样的计划都有 所以是非常细的 非常细部的 这些细节小故事 大家来问石原老师 好的 我们看一下半导体跟电子产业 他们有什么回应 当然这个又回到了 在台湾现在最重要的 这个已经不是只有企业或经济的问题 而整个是国防的或安全的保障 所以台湾的半导体业或电子产业 那个供应链是不能中断的 这个已经是基本常识了 所以怎么样防止这件事 然后另外也告诉 可能攻击台湾的对方 这边是有在准备 而不是你随便攻击 我们就会产生很大的 你所想象的 只要我们这个飞弹 比赛就会结束 并不是那件事 各位想一想看朝鲜半导的今天 两边互相开炮 甚至有攻击性行为的存在 但是台湾跟中国之间 那样的事情还没有出现 所以企业 特别是日本的企业 外国的企业 终于做这件事 我觉得是好事 就是大家知道有在准备 好 有些高科技公司非常担心 他们说因为在台湾的事业规模 其实比日本还要大 一旦出事的话 甚至会动摇 日本总公司的经营 所以他们一定要 预先想好撤退的方案 那么金融业 他们准备好所有员工 往返台日之间 机票 而且买的是一年期的年票 再看到航空物流业的部分 如果说在台湾 有两万日本人要撤侨的话 将会引发一场大混乱 随着两岸关系紧绷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声称 不放弃对台使用武力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多次示警 中国对台湾侵略性不断提升 这些政治上的谈话 后座力有多强呢 日本经济新闻就独家报导 中共二十大过后 在台湾投资的美国跟日本企业 的确开始重新评估风险 日经紧急调查 50家在台湾的大型美日企业主管 其中接近半数有23家企业表示 公司内部已经准备好各种方案 一旦台湾遭受攻击 如何协助撤离职员 然后如何继续营运 有38%的企业已经展开计划 42%正在评估 我们请问石原教授 企业的风险意识提高 对明年度台日贸易 可能出现什么影响 我觉得团阶内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不过大企业来说 当然续宣要准备了 要为安全与自己的员工 要什么样的安排 我另外比较担心的是 美国最近对中国的经济的记载的部分 对这个部分 对日本的公司 日本政府开始要稍微腰走 续宣要准备 这个部分是日本政府 也有开始认真监导 我看到日经新闻的报道 这个部分是日本更变 长期的员工公司的经营来说 怎么样调整员工的背景 还有台湾的中国 这个部分是我觉得 长期来说 日本企业来说 很大的挑战 现在日本企业做的这些 其实是印藏的准备 还不到印籍的准备 事实上如果战争发生了 怎么可能来得及搭飞机 然后再走呢 到时候最严格的状况的话 可能是需要撤侨 但撤侨就牵涉到一个 非常敏感的问题 也就是说军队的派遣 各位知道 在阿富汗在撤侨的时候 在阿富汗的日本人 总共15位 各位知道 四位队派多少人去吗 100人 然后三架运输机 为了这一个 接15个人 接15个人 而且很重要一点就是说 在1996年台海的这一个危机 飞弹危机风暴之后 日本的新安保法修订的过程之中 它有增设一个国际和平支援法的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就是当日本海外的日本人 遇到了武力武装分子的这个威胁的时候 可以派自卫队 这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说一个撤侨的发生的时候 各位可以想想看 在台湾的这些东南亚的大国 印尼 菲律宾 越南这些加在台湾 有七八十万人 这些国家纷纷说要来撤侨 那这个撤侨的过程之中 美军也来帮忙 日军也来帮忙 那之后会造成什么样的状况 就会很混乱 所以不只是混乱 而且这有可能就是变成战争 直接就是在这边会出现 但是我就要回到一点 就是台湾风险这个问题 有事实上两个面向 第一个台湾在地缘政治上面太重要了 就是中国对外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那另外一个台湾在科技产业链上面太重要了 因为我们金元 代工还有我们的这个晶片 高优质的晶片 所以现在是各国纷纷的想要来挺台湾 同时也不利于警示 可能会遭遇到什么问题 但是更重要一点是 他们也都 大家也都希望说 台湾能够稳定和和平 而中间包括台湾风险这个声音 一定不会停掉 只是这个要如何避免这个风险 这已经不是台湾的事情 而是所有周边国家 甚至是世界的事情 黎泰院的悲剧是单纯的意外吗 南韩政府的处理态度出了什么问题 要请问陈老师 为何首尔从狂欢天堂沦为人间炼狱 我第一时间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是感觉到疫情的初期 攻击的是老人吗 现在疫情后情势逆转 攻击的是年轻人 所以这一次我们知道有156个人牺牲了 大部分都是30岁以下的人 都是年轻人 另外一个当然身体的强弱 就大小 在挤压的状况底下 女性 年轻的女性的牺牲者特别多 穿高跟鞋一推就倒 这里最知道 对吧 所以这个当然是 但是整体来看的话 我们说现在是反转过来的 报复性的消费 报复性的旅行等等 当然这个我们说的 这个活动过去几年都没有办法 这样正常的举行 但是这一次正常到又超过了 又吸引了10万多人涌入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离泰院这个地方 这是非常有名的地方 夜生活的一个地区 另外说总统府现在搬到那个地区去 所以这个本来是说 现在的清华台有一些风水的问题 结果一搬去 才现在5月到现在才几个月而已 就出现了这个事情 那风水的问题我们就不处理了 因为它是在美军集中的地方 就美军基地集中的地方 有点像日本的冲绳之类 所以你到处你的消费场所 夜生活都可以碰到外国人 或者是像是香港的兰桂坊 那台湾是哪里的 以前我们台中的清泉岗 现在说不定台北还有吗 中山北路或者是天幕周边 可能有些异国美食也特别的多 外国人集中的地方吧 所以这个我们就都知道了 那当然也是因为万圣节 这个宗教节日 韩国在世界的宗教地图上 各位也许不知道 是被化成基督教国的 这个是跟我们台湾 还有日本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也就是说新基督教人非常多 玩进当然是题外话了 日本发生的统一教事件 那个统一教也是附着在 基督教的信心宗教 我们这样理解就好了 所以韩国信奉基督教的人口 是非常多的 再来刚刚已经讲过了 牺牲的人数 这个也许都还会有变动 但是死亡人数大概就是那样了 这很怎么想都非常离谱的也是 超过想象以外 我在韩国的 有一个在清晰大学当教授的朋友 也写信来给我 写赖给给我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他自己也很难接受 到现在仍然有心里面的trauma trauma就是心灵的创伤 所以连一个60岁左右的人都还觉得 因为这个世界 真的就像一场噩梦 所以我看韩国人要度过这个心灵的一个悲痛 说不定还需要一点时间 好 事件的隔天 对 总统讲话了 因喜悦 不过最后的结果先跟各位讲一下 他支持率已经很低了 但是因为这个事件反而没有在下降 有一点点回升 那个为什么这样我们等一下 稍后来讨论 对 我们再来讨论 全国进入哀悼期一个礼拜 对 到11月5号 然后再来总理也说话了 韩德书再讲话了 讲龙山指定为特别灾难地区 这个应该跟法律的适用上有关系 因为那个地方的所有的 包括救灾救难或者是其他的补助会 用特别的条例打 然后一样是韩德书再有讲的 最重要的因素是公众管理 这新的词了吧 这个部分可能要好好的研究 比如说我们的庙会 大家妈的进香 一样是非常多的 当然那个是室外的 是在大的马路上面 比较不会发生今天韩国的事件 但是当然也不是没有发生意外的可能性 或者棒球比赛 台湾以外的地方当然是足球比赛 也发生过很悲惨的事情 这个当然是公众管理 是不是在政府的立法等等方面 必须再加强 然后再来首尔市长吴世勋也说了 他对这一次的事故负有无限的责任 深深地向市民表达歉意 然后警察部门的警察厅长尹锡根 他也说了 鞠躬道歉 警方在事故前已经接获多起的报案 据说是在四小时之前 就真的有人牺牲了四小时之前就 有人打电话求救了 陆续的有报案电话 但是怎么样对应 应该是那边有非常多不够的地方 这些当事人的警察厅长的自己的证言 然后我们整个事件还必须继续追踪下去 请问副执行长在面对重大意外事件时 南韩的官僚系统做了什么 南韩的官僚系统事实上 在这个民主化之后呢 发生的非常多是这种大型的公安事件 包括盛水大桥的断裂 包括了这个三丰百货公司的倒塌 包括了在大丘地铁站纵火案之后 烧死了非常多人 然后还有包括四月号 再到这一次的离泰院这个事件 事实上这么多的过程之中呢 大家都直指一个问题的核心就是 政府是不是没有保护好人民的安全 那很重要一点就是说 你有没有事前先做好计划 你是不是有先告诉人民该怎么做 可是中间呢刚刚也提到说 四月号的时候提到一点啊 就是说反而是人家要求 这个孩子们按照这个正常的 这个来通报之后来作为嘛 所以政府是不是能够在 适当的时间点做出正确的作为 现在是南韩民众非常希望能够 渴望政府能够做到 而现在的韩国的这个状况呢 我们也发现到一点 在这个离泰院的事件之后啊 大家就开始去回溯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后来发现到一点 事实上这个南韩警方的 这个警力的配置 可能有点失误 而且没有把这个 可能会造成意外的这个通道 没有办法做好一个管制线 事实上过去这么多年来 都没有发生意外 那今年发生这意外 就代表说 这个过程之中 有没有尽到责任的部分 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 吴时勋本来在欧洲 也就是索尔市长 他马上就赶回来 然后呢 这个尹西卫总统 他也马上又出面 因为他们都怕 遭遇到像跟普及会 同样的这个状况 为什么麻生这一趟出访 会被形容为罕见 因为现在不 立韩国还是比较不正常 不正常的意思是因为 现在正常的国家 很难推动回复关系的 所以是因为麻生 他派到韩国 一定是立韩之间有默契 韩国也可以接受 日本也有这个 很好的连载来推动的 当然这个我应该了解是 马上应该是韩国的印象是 还是右翼的政绩人物嘛 因为没有那么非常喜欢的 被喜欢的人 不过记晓这个部分是 因为他的配分很好 因为副总裁前总理 当然可以代表安田总理 所以这个部分是未来能够立韩 还是立韩不行的话 后面讲应该立韩 美国也有现在北韩的问题 一定要合作的吗 而且这个民间的关系 本来立韩的民间年轻人的 彼此的情感也不错 民间的这个交流观光也开始了 所以这个部分来说 昨天我看的新闻 应该气费还不错的 所以当然还是不然太热关 不过我们可以彼此的 这样的辅助 很好的开启的一部分